這球明顯的偏差 成了四壞球保送 其實比較可惜 速度再加上去 旗蓋三盒 趕快先放出來 去年在二軍賽場上 就蠻常出現的歌 旗蓋胸 旗蓋三盒最大的威力 其實是真的很洗腦 而且他的應援台詞 比較簡單 很容易讓對方的球迷 也跟著不小心一起喊出來 你的台詞也略有研究 對對對 因為在某一天 我去台南球場的時候 那天是統一師隊上 台綱的比賽 台綱的應援團在左外眼 他們就在唱旗蓋三盒 客場應援 結果我從左外眼慢慢走到本壘後方的時候 經過統一師的熱區 發現他們的炮哥們也都在唱 這個膝蓋三盒 我就說連炮哥都被影響 哇那影響很大 這一球牽制是發生了很大的爆傳 而且這樣子一路滾到外野的話 一壘上的跑者 陳志佳要來到三壘了 連牽制都受到影響 哇 你要做這個牽制就真的 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有把握 不然的話 後面很難有人去補位 右外野手你看到他才剛開始移動而已 對 這球投得還不錯 壓制到了 要拚速度 但是要來拚速度 這球傳向一壘賽 那這樣三壘這一分就是輕鬆回到本壘得分了 所以剛剛那個爆傳就有差了 很傷喔 差很多 這個 差一分的Play啊 連這個都有 這應該不是 終止裁判組放的 那個紀錄組放的 這我想要請導播幫我找一下 這跨步有夠大 哎 這個球其實 我有機會喔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覺得跳得高了一點 對 但有點太勉強 哇 這一球很接近很接近 從轉波上面放 又要來隔放了 唉唷 好像剛好打在手套 對 但有沒有接進去就不知道 那可能都是零點幾秒的事喔 這也要讓這個線上收看的觀眾朋友們 一起來預測一下 到底 這個球 你認為是safe還是out 嚴慶紅這個跨步 已經是延展到極限了 我記得在台陽測試會的時候 嚴慶紅的自我介紹是他說 台體零不易啦 喔 那當然絕對是這個衝雷速度 這個角度看起來好像是safe 因為在角落 踩到雷包的時候 這個球才碰到手套的邊緣而已 感覺起來不像是接近去衝 從畫面上來看起來 我看起來應該是有結果囉 今天擔任一類設的是葉思維老師 今天的主持老師是鄭維成老師 誰 那就是維持原判 這個衝雷有水準 打出去發現是一個比較軟弱的彈跳 我就覺得有機會來看這個加速度喔 打擊輪到第二把 吳冠宇 連打第一把 左邊可以 這球這只能說真的是幾乎同時啦 這是幾乎同時啦 還有